就是我記得啊 我以前就是我在 有一個男朋友他當兵 我兵變 女兵變 不要笑 妳是這個臨時起義還是預謀的 預謀的 預謀的 妳是被變 不是 變人家 厲害 等一下喔 我從來沒講過這件事耶 女生是不小心會爆掉人家 怎麼辦啊 所以你們女孩子平常聚在一起 都聊些什麼 對啊 你剛剛在講說 男生都在聊當兵嘛 其實我們女生在講說 趁你們當兵的時候 你也對嘛 這也是一個很... 怎麼變得漂亮 對... 這樣講起來 兵變在你們女生的世界來講 是一個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而且我們都知道一定會變 就是說你一定要趁 他去當兵的時候你趕快變 是因為... 是因為當兵前的男生太幼稚呢 還是說什麼樣的原因 就是當兵前的人 其實人家都太... 所以母后請慢用 因為我們在劇裡頭的... 就是要搬 這個酒會有毒 所以他不能喝 因為他喝了他的... 後來的肌膚 就是他所謂的哈姆雷特的叔叔的酒 他要害哈姆雷特 所以他不能喝 我們一喝就死 對 所以他現在可以喝 因為女孩子平常都聊這個 我們都聊文學性的事情 是... 沒有啦 我講一個好了啦 就是我記得啊 我以前就是我在... 有一個男朋友他當兵 我兵變 你兵變 不要笑 你是這個臨時起義還是預謀的 預謀的 預謀的 你是被變的 不是 變了人家 厲害 等一下喔 我從來沒講過這件事耶 對啊 你就是不小心會爆掉的人 怎麼辦啊 所以你們聊的也是天南地北 什麼都聊 也會聊男人嗎 會啊 那你們聊的是不是比男生還要露骨一點 會 你們怎麼聊 聊男人什麼 昨天他頂到我的... 是這一類 類似這樣 我只是拋磚引玉 你們都講這些 那你們怎麼講 我是玉女耶 哪裡 這樣好了 我來問好了 會比較大小嗎 我是這樣的 我自己的我不會跟人家講 我都會問人家的 他們會說會講 對 我就會問朋友說 你男朋友就是怎麼樣 好不好 厲不厲害啊 然後 那國秀老師怎麼樣 他會講 我有說什麼嗎 Oh my God 我有說了嗎 我有問過你喔 那我回答什麼 你可以說嗎 我回答了什麼 你說他 怎麼了 隨時隨地都一樣 Oh my God 我怎麼可能會跟你說實話嘛 OK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想請教一下 女孩子有一些行為 我是沒辦法理解的 比如說 要不要上廁所啊 要 好 找我們一起去 會啊 然後手牽手去上廁所 會 然後還要上同一間 會 對 上同一間啦 會上同一間啊 在裡面是實習還是怎麼樣 妳上廁所的位子 跟我不一樣 不是實習 就是 很正常 妳會跟女生一起尿尿吧 現在我不會 我還會啦 自從有生理期這件事情 我就不會了 那那件事情是很好玩還是 沒有啊 因為其實女生 為什麼要一起上廁所 因為他們要把握說話的時間 我懂 你們也太多事情要講了 真的啊 就是那個時間一定要把握住 然後就是不能分開 然後分開就會 那個話題就會被切掉 會亂掉 所以她要一起去 然後蹲在那邊 然後一個一個上 這個女生都有經驗啊 就是我先尿 尿完 然後換她尿 就這樣子啊 然後這話題就不斷 我們尿的時候 續聊就對了 對 就是繼續聊 那女孩子尿尿的時候 都不臭嗎 不會啊 香喔 有一些客觀的外在因素 譬如說因為有怕鬼啦 這種的 對 女生最怕 對 其實是這樣子啊 會一起上廁所原因是 就是沒有安全感 然後害怕 然後也要把握那個講話的時間 然後有很多事情都在廁所說 因為秘密 都會講秘密 然後就是躲到廁所裡面說 例如什麼樣的秘密 就說昨天怎麼樣啊 然後講別人的八卦啊 或是怎麼樣 誰怎麼樣怎麼樣啊 就是廁所比較... 對 這樣好溫柔啊 遇過他們用那招以前都用過 對啊 你有沒有用過 沒有 我教你是這樣這樣喔 你怎麼都知道女生聊什麼 有個員工他們會來跟我講 有我們店裡面 女員工去上廁所 上完廁所 康哥 你看... 就這個 不錯啊 很漂亮啊 其實 那康哥 你的罵髒話 然後說這個男的怎樣怎樣 他怎樣怎樣 對 罵髒話 一定有很多女孩子氣到 都跑到廁所罵髒話 真的 可是我在想說 會不會這一集錄完之後 有很多男生都會躲到 在廁所那邊偷聽 就女生到底在講什麼 聽到會兒 其實而且滿好玩的 那你們一定也會討論 哪個男生帥不帥啊 會 什麼的 那請問我們三個人 在你們的討論的那個 孫鵬最帥 過程中 那我們都知道 那你們女孩子之間 會聊就譬如說 大家的感情生活嗎 葉綺有聽過嗎 你的男朋友相處的事情 對 我跟克里斯的相處的狀況 我覺得都很感人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 也不是浪漫的 我覺得他個性很好 就有一次我跟他 有一點小小吵架 然後就在車子裡面 就吵架說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 要這樣回轉 然後他就 反正就是為了回轉的事情 有一點跟他爭執 然後後來可能 我的口氣比較大聲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就說你為什麼 然後突然他也大聲起來 他就說 OK 我知道了嗎 對不起喔 他就這樣子 就是這種聲量 然後 停了一下 我就覺得你怎麼那麼兇 那我這個人又是 不能聽到很兇的話 我就沒講話 那我覺得很委屈 因為我 對 我就哭了 我就在哭 我很容易就大聲 然後我就哭 然後我哭 我就一直看著窗外 這樣子很委屈 然後後來他就停了一下 他就跟我說 他說 我很後悔剛剛跟你那麼大聲 因為如果 我如果小聲一點 我可能就贏了 因為我大聲 所以我輸了 原來是猜悔這個事 可是他會講說 他後悔對我大聲 你就很感動 我就覺得 對啦 這個已經很難了 在一個氣頭上 可以回頭跟你講這句話 這個很難 這個對男人來講 是非常困難做到的一件事 而且他會說 他很後悔對我大聲 非常的體貼 他完全不是 我們想像中的外國人 都覺得他好傳統 像昨天我們兩個人 過馬路的時候 他在跟我講說 有一次他也是 他們在歐洲 今年過年 就歐洲去玩的時候 然後因為嘉芊是個大陸癡 然後Chris都會看地圖 找怎麼去玩 怎麼去弄的 結果沒有想到說 他正在看菜單 Chris在看菜單的時候 然後嘉芊就走過來 就一步之遠的地方 在那邊看其他的東西 他一轉身 因為有圓 他沒有看到嘉芊 他就快瘋了 大叫 他就一直找... 然後後來嘉芊就過來說 我在這裡啊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我剛剛心好痛喔 我都以為你走失了 對啊 不是... 因為他當時 我要形容一下他的表情 因為我在看旁邊的那個 因為他在看菜單 他在看菜單 那我想說他在看菜單 我也看不懂 英文字啊 我也看不懂 那我就... 我就看旁邊的東西 我就可能有一些菜啊 一些那種樣品的菜 我就可以從這邊點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一轉身 就突然一個眼喔 是白色的 因為他可能是白人 他本來就白色 就更白 你知道嗎 長白了就是 對 他就...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突然抓著 他的心臟說 我心臟好痛 我說你怎麼了 我以為你不見了 他這麼害怕 因為我在國外 如果不見就完蛋了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他就發瘋 對 他就在那一刻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好好喔 妳確定他是因為 關心妳才這樣子 不是 我是怕他回去難跟我家人交代 而且在國外 報失比較麻煩 對... 報失中那很麻煩 遭遭有沒有 那很難演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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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